146. 福建日報 古浪廳逃星悠揚 2015年7月14日廈門觀察13鄧哲本部記者鄧哲通訊員 陳東海民淘美麗琴島級引連 H.國內外遊客 開蘭的話時光匆匆 2015年轉眼過了大半 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時 廈門多區多部門採取了相應措施 持續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並取得了長足進步 呈現不同亮點 今天起 廈門觀察開逼半年工作回頭看專欄 陸續看法各區 各部門及企業再推進科學發展 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改善民生過程中的生動實現 寶貴經驗和成功案例 敬請關注 福建省委常委 廈門市委書記黃龍輝曾經說道 建設美麗廈門 首先要有美麗的古浪聚 對於古浪聚者火海上明珠 必須時刻小心翼翼地保護著 古浪聚作為斯明區管轄外的一座島嶼 該區而不容辭地主動靠前 明確提出要整治島上景區病 恢復古浪聚陽春白樹的琴島文化 提升古浪聚海峰 隨隨度過臨間的均有協議 近一年來 斯明區按照文化社區加文化景區的定位 根據長短兼固 標本兼字 先而後難 交叉開展的原則和整治 整合 提升的工作思路 整合調動各方面資源 再優化環境 整合資源 理順工作機制等方面 有罪推進綜合整治 取得階段性成效 強力整治琴島又現清爽風貌增幾何時 處立古浪聚 心靈的田徵卻會不斷被摩堅接種的人群和此起 彼伏的商業要學生所打斷 但現今 依著海岸或是爬到波上去的馬路 都有著正直和青芽的南國風味 整治古浪聚 首要直面的問題便是瑞來管 去年5月1日起 古浪聚合執法大隊 古浪聚旅遊執監所 古浪聚市政環委處成建制移交師明區 實行古浪聚執法力量的統一整合 今年 師明區委副書記鄭一臨提任古浪聚管委會主任、黨工委副書記 這時繼師明區委書記由文昌兼任古浪聚管委會主任、黨工委書記 以及師明區政法委書記陳高潤兼任古浪聚管委會副主任之後 領導力量一體化的又一次體現 至此 基本實現了古浪聚領導體制由二元化向一元化轉變 凝聚了管委會與師明區 主導單位 島上群彈張 針對流動攤反打又擊打貓貓現象 島上城管人員建立了定點執勤與機動巡查商結合的工作方式 實行措施上下班 以地交叉檢查 確保執法工作全方位 全時段 全覆蓋 據古浪聚警區管理部門介紹 目前佔度燒烤現象基本消除 查獲4盤捲煙3600多條 流動煙反基本絕跡 無證黑道市警區的另一故疾 古浪聚旅遊執監等部門開展常態化聯合執法 將黑道的處罰額度提高至4000元 據介紹 至今找獲黑道398人 驅離疑似黑道3000餘人次 查處攝裏違法探見24起 行政處罰4起 並有12人被公安行政拘留 另外 古浪聚患對衛生補給 壓制違建 清理戶外廣告 市場監管 公共安全 交通秩序等進行全面整治 海上花園又綻放出勃勃生機 去年上島人數達1246.3萬人次 古浪聚整治提升工作只有起點 沒有終點 古浪聚風景名姓區管委會主任鄭一林表示 將通過舊建高校的運作機制 採取政府和群聯某同參與的方式 突出依法治理 實現古浪聚治理的常態化和長效化 呼籲動員激發群之劣癖 熱情在古浪聚中華路居民裡仍如家門口 有一片鬍鬍鬍鬍鬍 花香四日的苗譜 他每天都會與同位苗譜營養者的鳥桂花 陳友麗等老街坊 還有從其他社區原譜跑來偷師的皇帝國一起 哪是龍花草 哪聊家長女團 苗譜也可以營養 原來 古浪聚街道推出社區原譜行動 呼籲島上居民一起在坊前屋後種植美麗的花譜 為美麗廈門共同締造 為古浪聚治提升貢獻自己的力量 1.87平方千米的蜕變 折射的是社會治理的縮影 施名區以一系列恢復社區功能的舉措為網保 激發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清 街道社區支持 主流媒體推動 熱心居民帶頭 全體成員參與 形成一個美麗廈門共同締造的生動飯本空地方無聊 1片片社區原譜重量起來 運動空間不足 門球場翻修 健身路建增加 電器壞了沒人收 加政變民服務站開起來 老人需要關愛 愛心餐桌設立 老年活動中心項目也豐富了 百姓辦事辦證不方便 1站式服務的行政服務中心開張 使政基礎設施老化殘破 投入經費徹底維修改造 特別是第一醫院古狼聚醫院成立 讓上居民看病難的問題大大緩解 實實在在的變化 大級居民一份份直接而具體的幸福的同時 也形成了整節提升的內生動力和巨大能量 將整節提升不斷推向深入 李青絲路重展文化推進身為歷史風貌建築成在著 古浪序的生命信息和遺傳密碼 也是景區長遠發展的基礎 如何確保文化遺產的安全和自然人民環境完整 近年來 在社會各界的幫扶和推動下 斯明區正在從更寬廣的視野與更全方位的視角 內認識古浪序的身為工作 在明確古浪序上53個身為核心要數點的基礎上 斯明區對具有保護價值的老街老行作為《古浪序文化遺產的展示窗口》 做到應補進補,並保留現有勞網結構 敦F古浪序公佈局為止以期工程 中南銀行舊子、電話公司舊子等遺產核心要數 黃氏中持重點歷史風貌建築的修善保護 陷清別墅、天主教堂主題建築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修善工作 也在推進當中,拍攝大型身為紀錄片 宣傳片《古浪序往事》、出版廈門畫白畫自簡明教程 《古浪春秋》系列重書第一本《崩騰年代》、《古浪序上的商業浪潮》等身為系列重書 開展全城文化遺產、添彩美麗《古浪2014年文化遺產日》系列活動 舉辦《2014古浪序突出普遍價值研討會和思說古浪序研討會》 邀請國內著名遺產專家 對《古浪序的突出普遍價值進行滑掘和昇華》 對《古浪序》身為而言 最難的工程其實是《古浪序文化氣質的恢復》 而這也是《古浪序向世界文化遺產埋進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 多元的建築藝術文化資源、多國領事館以及豐富的名人資源 讓《古浪序有了建設博物館之島的先天優勢》 廈門對《古浪序》實施全島博物館計劃 將重點歷史建築、多國領事館納入公共開放的無遺牆生態博物館系統 變成活化歷史的重要資源 接下來,廈門要活化老建築、建立《古浪序》全式影像 著手梳理《古浪序》建築、歷史、人民、藝術等各領域的內容 鼓勵創作《古浪序》專題的電影、書籍、以及數字虛擬活動產品等事各藝術作品 朝的 genre、文件、印需要提供照老建築、 galera達的網站製品 朝,文件、歷史、歷史、倔文件、歷史、鎖 是最是最愛的